欢迎来到赵理督史 今天咱们来聊聊世界近代史上造成数万人死亡的大瘟疫 首先要聊的第一个就是发生在16世纪的美洲瘟疫 当时欧洲人发现了新世界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踏上了美洲的大陆 但是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瘟疫 要知道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之前 人家美洲的印第安人过得好好的 虽然说不上先进 但也过着没有外界侵扰的生活 但自从欧洲人到了美洲 印第安人甚至面临灭绝的风险 除了欧洲人的大规模屠杀 他们还带来的瘟疫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塞线炎 天花 霍乱 麻疹 黄热病 等等多种瘟疫肆虐在美洲大陆 有个别地区抵挡住了欧洲人的入侵 最终却灭亡于瘟疫的肆虐 而关于这场瘟疫中死去的印第安人数量 由于当时欧洲人并没有统计 后事也无从推算 只知道在欧洲人入侵和瘟疫的双重打击下 印第安人面临着灭绝的风险 从这个结果上看 这场瘟疫的破坏力也丝毫不亚于欧洲的黑死病 第二个要讲的就是发生在17世纪的伦敦鼠疫 当时有至少7万5千个伦敦人死于鼠疫 当时伦敦的医疗人员和神职人员 是抗击鼠疫的主力军 放到今天我们或许不能理解 为什么神职人员也会参与 但在当时宗教在欧洲的地位远远高于今天 有人认为这是天神给人间降临的灾难 要惩罚人类 还有人觉得这是恶魔现世 甚至认为人类世界最终会被这场恶魔的瘟疫占领 从当时人们的角度来看 神职人员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中世纪的黑死病同样如此 当时每天都有专人在城市里 寻找得了鼠疫死去人们的尸体 负责把这些尸体全部埋在地里 起初这项工作只在晚上进行 但是后来由于死亡的人数太多 就不分昼夜的运送尸体 运尸的人蒙着脸捂着嘴 不停的念叨着安息吧 或者其他一些安慰死者亡灵的话 然后把尸体扔到坑里后赶忙离开 最后伦敦城内发生了一场大火 刚好把大多数受到感染的民房都给烧毁了 伦敦也在这场大火中获得了新生 最后要讲的一场瘟疫 同样还是鼠疫 但是发生在中国 当时中国是清朝的中后期 1855年云南爆发的鼠疫 当时由于各地的人员交流 远远要比古代更加频繁 因此这场瘟疫的传播速度极快 但是与此同时 医疗未成水平又低 导致这场瘟疫持续了一个世纪 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 都再次爆发了鼠疫 前前后后一共有至少1200万人死于鼠疫 因此呢 这场鼠疫被认为是鼠疫在人类世界中的 第三次大流行 时至今日 鼠疫仍然不时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露出头角 但幸运的是当今人类的防控能力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 近年来还没有爆发过极大规模的鼠疫